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征不休》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理论的交锋,经典与量子的辩论 二知识的融合,时空与放射性的交织 三未来的窗口,统一理论的曙光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理论的交锋,经典与量子的辩论 好的,让我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深奥却又充满乐趣的话题 理论的交锋,也就是经典物理与量子物理的辩论 想象一下,如果物理学的世界是一个高端的晚宴 那么经典物理就像是那位穿着传统燕尾服举止优雅的绅士 埃萨克·牛顿爵士 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杯苹果汁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和苹果有着不解之缘 微笑着向大家解释着他的世界观 一个由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构成的宇宙 万物都遵循他那著名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然而,就在这个优雅的场合中 突然闯入了一群穿着奇装一服的年轻人 他们是量子物理学家 领头的是带着他标志性的长发和胡子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尽管他对量子理论的某些解释是保留态度 这群年轻人开始大声讨论着一个 有概率和不确定性构成的微观世界 他们谈论的例子既是波又是例子 位置和速度不能同时被精确知晓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甚至还有一只名叫薛定乐的猫 他在盒子里既死又活 直到有人打开盒子去观察它 牛顿爵士微微挑起了他的眉毛 他不习惯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为 他尝试用他的经典理论来解释这些古怪的现象 但很快就发现 当涉及到原子和亚原子粒子的世界时 他的工具箱似乎不再那么管用了 量子物理学家们则兴奋地围绕着他们的量子力学 这是一套全新的规则 他能够精确地描述和预测微观粒子的行为 他们告诉牛顿 虽然他的理论在宏观世界中运作得很好 但在量子世界里事情要复杂得多 这时尼尔斯·波尔战了出来 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以他的互补原理组成 他建议说或许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 只是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领域 经典物理适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尺度世界 而量子物理则是描述微观粒子世界的最佳工具 最终晚宴上的所有人都同意 尽管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解开宇宙的奥秘 但这正是科学探索的乐趣所在 经典与量子 这两位来自不同世界的理论家 最终握手言和 共同庆祝它们对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 而我们作为这场盛宴的旁观者 可以欣赏到这场理论的交锋 它不仅展示了人类智慧的辉煌 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生活中保持开放的心态 接受新的观点和理论 总是一件好事 毕竟 谁不喜欢一场好的辩论呢 尤其是当它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知识的融合 时空与放射性的交织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情节的主题 知识的融合 时空与放射性的交织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启动时光机器 穿梭于原子的内心世界和宇宙的广阔无音之间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古老的问题开始 时间是什么 如果你问一个古希腊哲学家 他可能会告诉你 时间是一条河流 我们都在其中漂流 如果你问爱因斯坦 他会告诉你时间是相对的 他和空间一起编织成了一个四维的宇宙网 而如果你问一个放射化学家 他可能会说时间是一串衰变的原子 就像宇宙中最准确的计时器 现在 让我们把这些概念融合起来 想象一下 我们有一块放射性物质 比如有238 这个不稳定的家伙 就像一个宇宙中的老人 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 失去自己的身体 在这里 是止原子核 直到最终变成了 1206一个稳定的 不再衰变的新身份 这个过程成为放射性衰变 而衰变的速率 我们称之为半衰期 是非常准确的 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它来测量过去的时间 但是 这里有个有趣的转折 当我们谈论宇宙尺度上的时间时 事情变得有点 嗯 扭曲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重力可以弯曲时空 这意味着 如果你把一块放射性物质 放在一个非常强的重力场中 比如黑洞附近 它的衰变速率 在我们看来会变慢 是的 你没听错 黑洞附近的时间 走得比我们这里慢 这就是著名的时间膨胀效应 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重力场中 测量放射性物质的衰变速率 我们就能够验证这些疯狂的理论 实际上 科学家们已经在地球上 做过类似的实验 比如使用精确的原子中 在不同的高度上测量时间的流逝 结果证明 爱因斯坦是对的 时间确实会随着重力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块岩石 不妨想象一下 它可能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旅行者 它的原子核在告诉我们 一个关于地球历史的故事 同时也在低声细语地揭示着 宇宙最深奥的秘密 而我们 作为知识的探索者 就像是在这个宇宙故事中 翻阅着一页页的趣味注角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记得做好笔记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一个放射性的问题 出现在你的考试中 或者更疯狂的是 你可能会在某个重力场中 需要用到它们来计算 你的实际年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未来的窗口 统一理论的曙光 好吧 同学们把你们的时光记条到现在 我们来聊聊一个 让物理学家梦寐以求的话题 统一理论 或者更加浪漫地称之为万物理论 这个理论 就像是科学界的圣碑 一直以来 它都在向我们挥手示意 却又像是个害羞的恋人 每次我们接近时 就躲闪开去 统一理论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能够描述宇宙中 所有基本力和物质的单一 简洁的理论 想象一下 如果牛顿和爱因斯坦 能在天堂的咖啡馆碰面 他们可能会争论谁的理论 更接近这个终极答案 牛顿会说 看看我的万有引力定律 简洁明了 而爱因斯坦则会微笑着回应 我的朋友 但你的苹果是不会告诉你 关于黑洞和宇宙膨胀的秘密的 现在 让我们快进到21世纪 物理学家们已经有了几个候选理论 比如弦理论和量子引力理论 弦理论告诉我们 世界不是由点状的粒子组成的 而是由异味的弦组成的 这些弦在多维宇宙中震动 就像小提琴上的琴弦一样 而量子引力理论 则试图将量子力学的概率世界 与广义相对论的时空弯曲结合起来 但是 就像是一场科学版的相亲大会 每个理论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弦理论非常优雅 但是它需要额外的维度 而且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实验上的证据来支持它 量子引力理论则更接地气一些 但是它的数学非常复杂 而且也面临着实验验证的挑战 那么 统一理论的曙光在哪里呢 好吧 这就像是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寻找开关 我们知道它就在某个地方 但是我们还没有摸到它 不过 不要失望 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次的挑战和失败 都是通往成功的阶梯 就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 只有那些疯狂到认为 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所以 亲爱的未来的科学家们 让我们保持好奇心 继续在这个宇宙的奥秘中探索和追求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在这个科学的长跑中 冲过终点线 揭开统一理论的神秘面纱 直到那一天 让我们享受这场追寻未知的冒险旅程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在这场盛宴上 见证了经典与量子的辩论 感受了时空与放射性的交织 聊到了统一理论的曙光 这些话题或许看似深奥 但我相信 我们用轻松幽默的方式 给你带来了一些乐趣和启发 经典与量子的辩论告诉我们 科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新的理论不断涌现 旧的理论也在不断演变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只有不断探索的空间 而时空与放射性的交织 则向我们展示了宇宙的魅力和奥秘 每一个例子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个原子都是宇宙的见证人 而统一理论的追求 则是科学家们的终极梦想 他们试图找到宇宙的最基本规律 解开它的谜题 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只有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所以让我们保持好奇心 继续追寻知识的道路 也许我们会有一想不到的发现 最后我要向你们开放大门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经典与量子的辩论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时空和放射性的交织有什么疑问 你们对统一理论的追求有什么期待 快来和我分享吧 让我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奇妙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